到後面 人呢?那邊的錢怎麼吃呢? 不知道去哪裡,不知道吃什麼 其實是朋友在那邊 就是真的在微博那邊 現在… 我…上…那邊 爸爸 我在那邊 沈浸你是不是趕著電話 你的電話不是說來的 如果藉着这个游戏的话 其实我们起码可以感受到和体现到 一些军人在野外战争的时候 那些情况 下场的时候的战略策略 管理 我们其实都是将它应用了一些商业 日常的商业 为了管理食的方便 打就行了 不用打招 我们救了出来 可以团结一些 又有些自信衣服 我们游戏是一个规则 小朋友从小就会慢慢培养他 有一种思想就是 什么游戏都好都有一种规则 另外有一些可能是比较 fashion show 的 他可能买到一些漂亮的装备 有些装备可能有钱都买不到 很贵的 那些是真的军人用的装备 所谓的 这个名字不止是香港人世界性 很多人都会来香港找货 找东西 因为香港有的东西会最快的 通常 有幾百萬人 但裡面有這麼多的玩遊戲場 有這麼多的玩遊戲場 其實那個比率很大 Hello Simon,你阻礙了鏡頭 你正在拍攝我什麼阻礙鏡頭 Bye Simon,你阻礙了嗎 集中力,以及紀律,因為我們都挺講求 因為你不集中的,你不對著目標的,你打不到 而現在USC變相有點不同 在刺激上,他們會覺得玩遊戲比較緊張 而在競技上的刺激 不是一種打仗的官能感覺 謝謝很多 過來,你們一個、二個… 你給我一個獎項才是我的 走吧,好的